为了解决人行道和骑楼地停车的乱象 花莲市公所11号上午 特别在中央路三段的明星学员大楼前 化设了机车阁位 而市长魏嘉贤也期盼花莲县政府 能够以自治条例的方式 协助解决机车阁严重不足的问题 花莲市长魏嘉贤11号上午协同的建设客长徐国城 前往中央路三段明星学员大楼前 视察路边机车阁标线化设作业 先议员吴东升魏嘉燕还有世代会副主席李政伟 也都到场关切 摩托车的停车非常的不方便 那加上有许多人的检举 那这次经过花莲市公所卫市长 以及吴议员还有魏议员还有政委一起来争取 在道路化设机车停车阁 以便民众不会将摩托车停在骑楼下导致被开罚 上一个会期后我们就有议会就有跟县政府有口头提案说 就是看看能不能在不管是在大厦的人行道或是骑楼 能够定一个自治条例 让其中一个地方能够停车 然后尽量不要挡住行人的出入 包括可以轮椅可以走 包括婴儿车可以走 那其实我们看到六都 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画自然 不然其实在路面上的腹地其实不够停 为了解决停车问题 市公所经过和居民沟通之后 在明星学院大楼前 入测画设12个机车阁 虽然数量不多 但希望可以成为未来的指标 那么有非常多位的代表 然后议员来反映说有一些在路边的一个标志标线上面的问题 那特别是在慈济对面这边有一些大楼 它有一些停车上的一个问题 由于现行的法规 那还有一些状况 造成了骑楼跟人行道有被停到的一个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也只能选择在路边来划设一些停车阁 那我们未来会跟县府相关单位来建议 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的方式 来做路边停车阁的一个争取 那对于机车组来讲 才能够确保这些机车不至于会违法的一个情况 花莲市区机车阁严重不足 不少骑士不得不把机车亭放在骑楼或者是人行道 因此市公所也期盼花莲县政府及县议会 是否能在不妨碍通行的情况之下 比较六都以制式条例方式变通执行 来减少机车族的困扰 借许的请华莲市报道